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要多吃一点啊 今天一定要通通吃完呢 爹啊 您要多吃一点啊 媳妇啊 我已经吃得好饱了 这么快就饱了 吃得好舒服啊 吃不下了 吃不下了 好撑啊 怎么连你也吃不下了 小粒子 来 我们一起把菜吃完 娘 我也不行了 我的肚子快要炸开了 小粒妹 肚子胀胀 胀胀 剩下这么多怎么办啊 丢掉太浪费了 娘 你为什么要煮这么多菜啊 你们昨天说吃不够 结果今天又剩下这么多 大家的食量真的很难捉摸 对不起了 好吧 好吧 既然你们都吃不下 算了 算了 你们先去休息吧 夜色好美哦 是啊 怎么可以浪费食物呢 不管怎么样 也要把剩下的菜统统都吃完才行啊 无论如何 都不可以糟蹋食物啊 好饱啊 下次不能吃火锅了 小蜜姐 送给你 这是很好吃的蛋糕哦 哇 看起来好好吃哦 这真的要送给我吗 因为有人送太多给我们家了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三个 不过我一个人吃三个好像又太多了 你可以带回家分给家里的人吃啊 我家有五个人 我家有五个人 如果切一半的话是六块 那多出来的一块蛋糕该怎么分 难道我自己吃一整块吗 这样好吗 不行不行 我吃一个他们吃半个 这样感觉怪怪的 好像我很小气的样子 哎哟 都好痛哦 我回去了 你自己慢慢分吧 天呐 又怎么分呢 可是爹他不是很喜欢吃蛋糕 爷爷吃太多蛋糕也不好 太甜了 不行 小丽妹吃太多又会吐 他吐了我又要被骂 咦 给娘吃好了 他那么辛苦 而且他最近胃口好像很好的样子 给娘多吃一块最好了 咦 就这么决定了 爹 这蛋糕给你吃 可是怎么是一半的呢 是我缺一半的 我和你一人一半 爷爷 你的蛋糕也一样 你和小丽妹一人一半 哈哈哈哈 太棒了 有蛋糕吃了 蛋糕 蛋糕 娘 这块蛋糕给你吃 啊 为什么只有我是一整个的呢 对啊 嗯 因为娘很辛苦啊 所以我对娘偏心 嗯 这样啊 是啊 你不喜欢吗 啊 我喜欢 小丽子送给我的都喜欢 啊 那娘就收下了 哈哈哈哈 好吃 好吃 嗯 嗯 嗯 哈哈 我吃饱了 大家慢慢吃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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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吃的好少啊 娘 您多吃一点嘛 不然等一下又要剩下一大堆菜了 呃 媳妇儿 多吃点 嗯 我今天煮的比较少了 你们呢 努力一下 应该可以吃得完的 不行啊 啊 又怎么了 嗯 我吃不下了 大家慢慢吃啊 哈哈哈哈 我也吃饱了 嘿嘿 小丽子 那你把剩下的菜都吃掉吧 哈哈哈哈 我也吃饱了 嗯 小丽妹 嘎 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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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倒 嗯 既然大家都吃不下 那就把剩下的菜拿去做堆肥 啊 堆肥 啊 堆肥 啊 堆肥 小栗子 不要难过了 我想你娘过几天 应该就会没事了吧 摩羯 我想我娘是真的生气了 自从那餐晚饭之后 她天天几乎早早吃完就离开了 也不扫桌了 小栗子 原谅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 怎么了 她会不会是这几天身体不舒服啊 我倒没想到啊 有可能哦 那不是华大夫吗 华大夫 小栗子啊 华大夫 好巧哦 在这里碰到你 我正好想要去找您呢 你有什么事要找我呀 是我娘 她最近啊 胃口不好 是生了什么病吗 胃口不好 这可能性很多呀 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 嗯 我不知道哎 不如等一下回去经过小栗子家的时候 我进去看一下 太好了 这样我就安心了 我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娘 你胃口不好 既然华大夫都来了 就让大夫帮你看一下嘛 小栗子 都已经跟你说了 娘没有什么事了 根据小栗子的说法 我是担心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既然我都来了 不如这样吧 让我把个脉 要把个脉啊 华大夫 我娘的身体怎么样 是有些气虚邪虚 但是不能确定 这样子吧 干脆到我的诊所 我全身上下 帮你彻底的检查一边 我招了 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华大夫刚刚说的症状 我胃口不好 气虚血虚 心情烦躁 其实是因为我最近胖了 正在减肥 但是又减不下来 所以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既然这样 那我就先回去了 大夫请慢走 好了 娘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对不起吗 娘 算了 娘 你为什么会胖啊 就是因为你们菜都剩下不吃完 全都娘吃了 吃多了就胖了 可是你现在都不吃东西 这样对身体很不好的 那该怎么办呢 娘的衣服都快穿不下了 我只能不吃饭了 不吃饭是不能减肥的 而且如果你因为不吃饭而病倒了 那怎么办啊 你说的也很有道理 娘 减肥一定要靠运动 运动 嗯 运动是个好习惯 这样好了 以后吃完饭 我都陪您去散步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咯 你可以减肥 我也可以顿力身体呀 小栗子 你真贴心 当然咯 我是你的乖儿子啊 真乖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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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儿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